我们是西安理工大学社会时间队的 我们队一共有9名学生成员 我们走访了银产县周边的几个村镇 发现了这些老人们的生活水平 相比以前来说只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其实更多的还有一种精神他们的出口 我们针对性的提出了这样一个时间银行养老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以服务换取服务 37名50多岁60多岁这样一种老人 志愿者们可以为70岁及以上的老人们 进行一种养老服务 等他们老了可以把这样一种公益时间 用来换取同等的养老服务 或者换成自由政府提供的米面油等生活物资 也可以兑换成当地的旅游门票 然后我们跟一对相守了40多年的老夫妻 拍了一张一直没有拍成的婚纱照 我们还为一位一直喜欢唱歌奶奶 在镇里面搭建了一个舞台 圆梦了她的一个歌手梦 后一位爷爷他就是一直有一个想穿军装的梦想 我们也拿回她圆了这样一个梦 我们相当于是市运营了一下 所以给70岁及以上老人 所有志愿者拍了一张照片 就是一个建党立卡这样一个活动 我没有他选择 请不吓 must的 bij out